聽過音樂就已經很難做零星 因為我比較遲 因為商標出來之後 要找一些音樂去配上去 這個商標本身就好像中國的詞 平常去入四星 因為四星方光是一個字型 想配樂的時候 剛剛顧家輝也是音樂大師 跟他很多年的合作 是很好的朋友 他有一次配音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想法告訴他 想一個很簡明 很引起人主旨 大家都會記得 很簡單的 請他做一做 他當場很快就做出來了 大家一講 覺得配合得很好 所以這件事到現在 都很感謝國家發揮 各位有否留意 其實家和的標誌 是一個大草的英文G字 是 家和兩個字是誰寫的 家和的字是誰寫的 家和的字是誰寫的 張大師 張大師 我早年在邵大師 在邵大師做的時候 邵大師拍成四個字 都是張大師 但是他很難找他 特意寫了幾個字 他跟他講了他同意之後 他找人集了他幾個字 因為那幾個字很容易找到 集了他幾個字 他承認了 他就說 OK 這樣就看 吸了一個印 這樣就算了 所以 因為 通過朋友關係 我和張大師兄 都見過好幾年 我最 覺得可惜的一件事 就是有一次在台灣 一個朋友家裡 他在那裡 正正就提一幅畫 一幅畫畫 已經畫好了 人家要 他就在一個朋友家裡 在書房裡 直接給他的字上畫 當時他的眼睛 一直都不太好 當時已經相當不好 他就寫一寫 斜了出來